中美在開戰的邊緣 現在從海面上已經打到了海底了 中美之間的海底無間道真實上演 今天最重磅的消息 Google正要建構一條全球最長的海底巔纜 1.3萬公里 從美西越過整個太平洋 要拉到這個地方 直接本來預計是香港上岸 現在是棄港連台 今天正好要來告訴我們 這個重磅消息的背後藏著什麼 居然是川普的五路追殺 也是五路追殺 已經從海面殺到海底了嗎 沒有錯 中美大戰 正從外太空打到深海的大海溝裡面都有 Google現在是這樣 它要從加州洛杉磯 蓋一條專用的海底腦到亞洲 亞洲它標定了三個國家 是他們想要做的地方 第一個 台灣 這沒有問題 第二個 菲律賓 第三個什麼 是香港 這個計畫原本在2017年執行的時候 完全沒有問題 那時候香港還是個自由的國度 自由的地方 西方世界普遍認為香港還是一個有自由度 不是一個軍事化太嚴重的國家 所以說香港這個地區變成其中一個地區了 結果後來大家突然檢視說 原來香港的承包商竟然是個空投公司 什麼叫空投公司 因為當時香港部分的合作廠商叫做太平洋光纖 數據通訊有些公司 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問題是大家回頭去檢視它在2015年成立 在成立之前它從來沒有任何海底電檔的建造的資訊 或建造的經歷 然後2016年後陸續賣給一個叫做彭博士的集團 總共賣超過9成的股票給彭博士集團 結果後來大家就回頭去看說 到底2017年收購這個以9000萬美元收購這個 太平洋光纖公司的彭博士集團是何方神聖 結果後來原來知道 它是號稱北京的最後一里路 什麼叫北京的最後一里路 北京五成以上所有人家的光線 都是彭博士集團負責的重點來了 他跟彭博士集團跟北京的公安局 合作一個叫做平安北京的系統 簡單來講你現在走到北京裡面 大大小小所有監視器都是彭博士做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今天Google的這條電纜 從LA一路拉到了香港或台灣 1.3萬公里全球最長的最大的工程 這多大的一杯羹 本來發包給誰 香港的這個國際投資基金 誰給錢架高得標 我就標給你的 沒有想到他得標之後 一年開始拖一層皮 一年拖一層皮 拖到第三層皮不得了了 居然把這家公司賣給了 有入資背景跟北京公安局 交往密切的這個集團 這已經不是入資背景 你要看清楚 他是中國第四大通訊業者 而且可以吃北京公安局的監視業務 這個背後沒有解放軍的背景 這個背後沒有中國官方背景 誰吃得下來 所以你看我們剛才講 太平洋官先數據公司 在香港成立一年拖一層皮 一下到了彭博士 有官方的背景 有公安的背景 結果2014年跟所謂華為簽署 所謂戰略合作協議 這個東西太離譜 最後繞了一大圈原來搞了半天還是華為 一年拖一層皮 就是我得標之後 我一年拖一層皮 慢慢慢慢 我終於跟解放軍搭上線了 對 人家說華為不是只有做5G嗎 下面的光纖跟華為什麼關係 抱歉 華為是天空跟海下通吃 華為下面有個子公司叫做華為海洋 你不要以為這是個小公司 其實這樣講 它是全球第四大海底電纜公司 全球380條海底電纜公司 100條是華為建設工藝 換句話說它佔26%就是1 4分之1強 所以換句話說整件事情 如果最後又落在華為海洋手上的話 那不是完全就是換湯不換藥嗎 我封了華為的上面的5G 可是海底的光纖電纜 如果還是有華為控制的話 它竊取資料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 可是不對 觀眾朋友 你還記不記得 中美貿戰從2018年開打的時候 川普第一個點名就是華為海洋 他已經看到海底下的獵殺了 他就說華為海洋 你根本在從事幫中共官方 以商業之名包裹的海底工程 當時華為不是說 它整個出脫了它的持股了嗎 它脫了第四層皮 因為華為海洋第四層皮 現在是哪裡 過半 2019年6月 把過半股就出給江蘇亨通光電 看起來像是個地方的小公司對不對 對 抱歉 超級大公司 它非常非常多研究專案跟誰 解放軍的海軍實驗室做研究專案 所以換句話說 它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軍工產業 簡單來講 所以說你看我們從剛剛那個香港的公司 到彭博士 到華為海洋 到現在的江蘇亨通光電 其實對於中國來說只是換湯不換藥 它最後本質還是什麼 藉由掌握這些所有的海底電郎 然後從中可以竊取一些重要的商業 甚至是軍事的資料 當我們今天晚上提到了海底電郎 我們想到的都是YouTube 都是網路的傳輸 我們其實很難想像 看不到的海底 你剛才提到了馬里亞那海溝 這麼深的地方走過了一條電纜 它如何形同戰場 決定輸贏跟生死 我先這樣講 為什麼我們對於中國企業 這麼這麼的不信任 因為有太多太多的潛力告訴我們 如果這個企業是中國承包的話 有非常大的機會 很容易被駭客入行 而且那個駭客輕易設來自於中國 譬如說2016年 中國承攬的兩座越南的大型機場 後來被發現 遭到大量的駭客入侵 這駭客是哪裡 是中國來的駭客 後來人家去檢討說 為什麼這麼容易被駭客入行 原來它設計的防火牆 超級超級弱 那個防火牆 如果這個巧門 都被中國駭客知道的話 很容易就進去 所以太多太多歷史 包含澳洲也有指出相關的歷史 所以說這件事情 如果連光纖都被中國掌握的話 未來會有非常非常多的 軍事機密或商業機密 就直接送中了 所以對於川普來說 當然是孰可忍 孰不可忍 剛剛講到的其實都是部件 路面上的辦公室或者是系統 問題是海底下的獵殺 有錢科嗎 當然有錢科很清楚 過去中國就曾經丟聽音器 去監聽關島的美艦 什麼意思 他們透過所謂的運輸機 然後把一個深下的低音器 丟到關島的附近 丟到關島附近 它是類似一個扶瓶上面 你遠遠看 其實看起來像是黑黑的東西 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像是浮標 對 可是問題是它是深波收納器 換句話說 只要有大型的軍艦經過的時候 一定會有深波的波動的影響 然後這個東西 第一時間回傳到中國的衛星 或中國的軍事基地 這樣子對他們來說 我不用再用去雷達造你了 我用海面上的深波就很簡單 你今天有大型的軍艦一出來 我深波收納器 馬上收到 馬上回傳到中國的後方 所以過去這些事情 中國早就有前科 做這種海面向的深波偵測了 所以你看到 今天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浮標 丟進去 它卻是一個收集音器 如何神出鬼沒的潛艦 那些音波 那些全部被它收集之後 往回傳 而且這個集音器有分兩個 一個是水面上的集音 一個是水面下的集音 如果是潛艦的話 是最難收到聲納的 可是問題是這個集音器 連水面下的聲納都可以收到 因為原則上軍艦出港 雷達都還是照得到 衛星都還是照到 可是潛艦最難抓 所以這個浮標對於潛艦來說 壓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中國過去前科累累 可是問題是我們要知道 全世界搞這個東西 第一名還是誰 還是老美 老美是這樣子的 老美過去跟蘇聯 有長期的冷戰的經驗 那這個冷戰經驗 坦白說叫什麼 疊對疊 對不對 所以過去老美曾經有跟叫做 長春藤林的行動 這個長春藤林的行動 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是這樣的 過去俄羅斯也擔心 他們的軍事情報 被美國竊聽 後來他們想個方式 那我就拉一條 那時候還沒有光鮮 類似電話線的東西 我在海底把它拉一條電話線 作為我們國內的 通訊的專用網路 聽起來百命一書 你看這個名字 長春藤林 好像到貓的脖子上去 掛鈴鐺一樣 簡單來講 美國就在這台電腦上面 掛了一個鈴鐺 所以那個時候電線 大概多細呢 12公分左右 結果你要在那麼大的海裡面 找一顆12公分的電線 根本找不到 等一下 12公分 直徑12公分 很粗的 對 海底是幾萬平方公尺 幾萬平方公尺 你要找個12公分 非常非常 簡直比頭髮還細 等於是你在地上 要找一根頭髮 非常非常難 結果美國派了潛艦 去找這套海底電 找了非常久找不到 結果後來他們怎麼找到 你知道嗎 因為俄羅斯 蘇聯 那時候蘇聯擔心自己的漁船 或潛艦誤觸這套海底電腦 特別立個告示牌 寫危險物件 結果美國看到這東西 豈不此地無雲三百兩吧 因為這樣 終於找到這個海底電腦之後 美國在這個海底電腦上面 裝了一個竊聽器 然後每一個月派潛艦員 去把這個竊聽器收回來一次 連續監控俄羅斯 十年之久 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這對於美國在說 美蘇冷戰的時候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除此之外 那個時候美國也佈見得非常多 我們稱之為什麼 水下長城在防止俄羅斯的潛艦 俄羅斯潛艦是這樣 水下長城 因為我們剛剛談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談的都是說 通訊的電話對不對 那個是所謂軍事情報 可是你能不能做 類似這個浮標 來去監控俄羅斯的核子動力潛艦 美國也非常非常希望 可是中國做這個畢竟粗糙 美國的邏輯是什麼 如果我在整個低島鏈 布滿一條水上長城的話 而且這個水上長城全部都裝滿 類似這種聲納探測器的話 那個是不是毫無遁心的 那個時候美國在美蘇冷戰的時候 其實已經在低島鏈布置 這條虛線的這個 所謂的水下長城 那重點來 這條水下長城在美蘇冷戰之後 結束之後已經沒有再用了 對 可是問題是現在最新的秘密計畫 是美國跟日本正在繼續 布建這個水下長城 這個水下長城有多厲害呢 很簡單 第一個 因為你知道每一條潛艦的聲音 都不一樣 即便同款 它的引擎聲音也略有不同 一種聲紋代表一艘潛艦的身份 所以它可以真正到 每一個中國的每一個行路的潛艦 只要你只要從中國出來 你不管往哪個方向 你不管是往馬六甲海峽 往台灣 往宮古海峽 全部躲不過這個 它都抓得到嗎 全部躲不過這個水下長城 而且曾經有一件事情是在2018年的時候 中國一個核子潛艦 經過釣魚台之後 忽然往上浮了 坦白說這個畫面 那時候非常非常近 你看這上面還有一個解放軍 叫做中國五星旗的旗子 這東西那時候是非常非常意外的 因為原則上很簡單 你任何一艘核子 尤其是核子潛艦 你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你不可能往上浮 你只有被抓到了 被鎖定了 你才會往上浮 而且我刮旗 我的旗子代表 我是無害通過 沒有錯 這個東西後來就人家發現說 原來這條看不見的水下長城 美國自始至終沒有放棄監視 直到2018年的時候 這個東西才曝光 原來這條隱形的長城一直都在 你說它被逼出來的 它被逼出來的 它被逼出來的 那個時候美國還甩鍋給日本 說是日本逼的 那個時候日本跟中國關係 其實還不錯 所以整件事情都很清楚 美國跟中國兩個大強權的競爭 真的是從外太空打到海底下的大海溝 谢谢大家